我们经常错认欲望是真实的 而随着欲望做出很多蠢事 业障因此而滋生 烦恼来自于内心 错误的语言、行为和意识 均来自于心灵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所以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就是让我们从心灵开始修 修正和改变自我意识 师父还说 学佛人 内心要学会如如不动 你才能在人间静转而心不转 心灵才会安宁 才会干净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 并且放生了相应的鱼 昨晚上 亲戚姑姑觉得我们可怜 发微信 转了一千元给了我们 在经济上 在经济上支住我们一点 感恩 南无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只要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 念经 许愿 放生吃素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菩萨妈妈 会慈悲我们大家的 放生 也是可以培养 和常养我们的慈悲心的 台长菩萨说过 经常放生的人 菩萨会从另一个地方 把经济还给他的 不会穷 大概意思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感恩护法菩萨 慈悲保佑 我会好好学佛 一辈子放生放下去 培养慈悲心的 感恩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秀分享道 尊敬的东方台秘书处 今天怀着无比感恩的心 反馈一件事 昨天中午 收到女儿的微信说 近来 公司增加了许多条条框框 感觉自己工作得很不开心 很烦 想不干了 我看了微信后 马上感觉 女儿有要经者 她一直积极向上 但因为我急于去观音堂做义工值班 只是给她念了49遍心经 祈求菩萨保佑她开智慧 没想到过了两个小时 她又给我发微信 妈妈 这个工作真的我干不了了 我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我马上在观音堂许愿 把今天早上发心灵法文宣传单的功德 今天值班做义工的功德 转给女儿 并马上烧送了十张小房子 给女儿的要经者 一个小时以后 女儿顺顺利利地 做好了之前她认为的烦心工作 回家时 以笑容灿烂 太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加持保佑了 感恩我们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师傅 把这么好的法门送给我们 今生今世 一定好好修 永不退转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顶礼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顶礼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摩合萨 今年是弟子的三六九的关节 弟子修得不好 业障重 许多事不顺 但弟子念经 许愿 放生 诵读白化佛法 菩萨慈悲 保佑弟子化解好几次劫难 有一次放生时 脚下一滑摔倒 双脚已经落入河水里 水下的台阶布满青苔 滑溜得很 可是弟子却不再往下滑 是菩萨保佑 让弟子躲过一劫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感恩菩萨 还有好多次 弟子骑着电瓶车 差一点撞上汽车 惊吓出一身冷汗 弟子明白 是菩萨慈悲 救护了弟子 感恩何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前几天在网上购买了新鞋 这两天到货 结果物流显示签收 但是本人却没收到 仔细查了下物流记录 才发现 自己把手机号码写错了 打电话问快递员 快递员说已经送到了 可是我没看到快递呀 这可怎么办 上班路上赶紧许愿 念四十九遍姐姐咒 四十九遍准提神咒 求菩萨保佑 我的快递能找到 下班去查快递 还是没有 隔天中午再去查看 还是没有 心想可能真的不见了 就当做破财消灾吧 结果很意外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快递员说发错小区了 已经帮我送到我们小区门房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人 问古希腊哲学家 泰勒斯 他说 泰勒斯先生 你认为 你认为 人活在世界上 什么事情是最难做到的 泰勒斯回答说 认识自己 那是最难做到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别人怎么劝你 自己想不通 别人怎么样 能够让你想通的 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来想通 所以认识自己是最难的 战胜自己也是最难的 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更难 然而我们学博人 就是要战胜自己的缺点 要认识自己的错误 要重新做人 过去的一定要让它过去 从今天开始 我们人生一切都会改变 因为我们学博了 唯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滴滴的 才能做到从鲁不惊啊 很多人碰到一点好事情 马上上窜下跳 有的人碰到一点不开心的事情 天也要塌下来了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当年英国的首相邱吉尔 有一次收到英国BBC电台 邀请这是一家很有名的英国广播公司 要去做一个直播演讲 可就在前往BBC的路上 邱吉尔的车突然熄火了 一时无法启动 邱吉尔决定打出租车过去 很快的一辆出租车来到了邱吉尔的面前 请问先生你要到哪里去 司机探出头来问 BBC 邱吉尔说 恕我不能送你过去 这个司机说 邱吉尔说 为什么你不能送我过去呢 因为那个地方离我家里太远了 等我把您送到 我在回家的时候 我会错过听邱吉尔演讲的直播 你知道吗 他可是我的偶像 我是绝不会错过的 因为冬天 邱吉尔戴着很厚的帽子和围帽 司机没有认出他 邱吉尔非常感动 在出租车司机还碰到这么一个很欣赏他的偶像 掏出了五英镑 塞在了司机手中 以表示感激之情 大家知道当年的五英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几乎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好几天的报酬和收入 让邱吉尔没有想到的是 司机接过前突然大声的对他说 你快上车吧 保证我准时把你送到BBC 这下 邱吉尔搞糊涂了 那样 你就不能听我的演讲 不能听邱吉尔的演讲吗 这位司机说 去他的邱吉尔吧 现在 你比他演讲重要多了 听演讲 又不能帮我养家糊口 司机边说 边把门打开 让邱吉尔上了车 这件事情 让邱吉尔有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他常常在各种场合 说这个故事和经历 就是学博人要懂得 不能自以为是 没有几个人会真正的把你看得很高 我们唯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低一点 才能做到从鲁不惊 专心于自己的学博 你才会有所进步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六根六尘分别心 六贼误导众生行 业掌滋生乱本性 唯有学佛 心灵静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